金门县109年全民防卫动员和灾害防救 也就是明安6号演习 当天上午在深恒昌金湖大饭店进行书面审查 县长杨正吴帅县府各单位代表出席 金房部中央地主驻金单位代表出席 依据会中简报 这回演练以金门县105年遭遇墙台木兰地的 情境响定进行复合式的灾害演练 那么今年我们的明安演习 是以105年重创金门的莫来地台风为情境的响定 模拟我们金门全岛遭受到17级强风的摧残 造成全线大规模的宿岛停电停水 通讯中断等复合式的灾害 那么按照原本的规划 原本是会有兵推 但是还是由于疫情的考量 所以这个部分呢改成苏省 但是我想尽管是苏省 我相信我们各单位还是用最好的准备 拿出这些准备的成果出来 供大家来给我们知道 那么我想就像刚才所说的 这样的一个演习 防灾防救灾的演习 重点还是有两个 第一个是以务实的态度来制定 并熟练SOP 第二个更重要的就是横重向的这些整合 特别是在这次的新冠肺炎当中 我在很多的会议上我就提到 透过这次新冠肺炎 让我们自己本身也很感动的就是 各个政府组成部门之间 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 都打破了各自单位的业务范围 彼此合作无间 能够做的绝不推尾 借由演习 期许以务实态度制定 SOP加强横向纵向的联系协助 行政院动员会报的副秘书长也表示 县府在书面资料准备的非常用心 在栽房准备作品提列17项 创新作为超前部署 都是因应各地方政府 各县市的地理环境 还有它各具的特色 来制定想定状况 用仿真的实况来模拟演练 在兵器推演上面 去设定各种的状况 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 现在这个灾害是复合式的灾害 一个灾害的产生 可能都会造成各种形式的灾害 所以说各种灾害状况发生之后 几乎整个地方政府 各局处都要动起来 包含公民机关事业单位 包含我们的国军 包含我们的慈善单位 大家都共同协力来做这个应酬 所以今天这个兵器推演改以书面资料 审查的方式来办理 那我们中央各部会的平和官 我们都也有制定一个审查的这个平和表 那我特别都有跟中央各部会的平和官讲 为了让各地方政府好准备 我们都依照这个平和表来实施这个平和 绝对不会溢出这个平和表之外 这样子也显示一个统一跟公平 我想等一下大家 这个我们中央各部会的平和官 还有我们县政府的动员工作伙伴 大家面对面的针对书面诊查的部分 大家都可以互相的研讨提供资料 那另外有关动员方面的这个意见 也可以提供我们都会带回去 来这个中等之后 是属于各部会选择的 我们各部会就会去做应酬 如果是属于行政院选择的 我们会上诊到行政院召集人那边 来做这个财势跟核定 我想在之前 我们金门县政府的这个 不管是书面审查的资料 以及下午要做的这个综合实作的资料 都已经有给各部会 也有给动员汇报这边 那我也看 我想在看了资料之后 那么厚厚的一点 就知道我们金门县政府 非常非常的用心 在各方面 尤其书面资料里面提到 在这个栽榜准备 还有防疫工作上的这个作为 其中提列了17项的这个创新作为 可以说是在整体应变上面来讲 是可以说是这个超前部署 面面俱到 这次演练是注重在横向纵向单位 和资源的整合 规划综合实作复合型的灾害抢救 以及综合实作收容所的开设演练 目的是万一遇到灾害防救 作战紧急事故的时候 都能有效的启动机制因应